同学们好 我是泰语课程的老师 同学们可以叫我 KruPed Ped老师 本期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是 泰语中数量的表达方式 数量 通过本期课程的学习 你将掌握的知识有 读懂泰语数字 用泰语表达想要表达的数量 以及一些日常交流用语 下面请同学们随我 一起开始本期课程 想要表达泰语的数量 首先要学会的是泰语数字 我们都知道 数字与人们的生活 或息息相关 比如生活中常见的车牌号码 电话号码 邮编 日期等 车牌号 车牌号码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日期等 日期等常见数字 应该怎样用泰语表达呢 当课程结束后 您将自由掌握 数量的表达又无处不在 比如说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太语中有关数字的表达 这些都是太语中有关数字的表达 太语中的太语中 太语中基确数字有 太语中基础数字有 太语中基础数字有关数字 请再听老师读一遍 这些很明显 太语中 然后也çon 庄 五到九十个数字 从左到右依次是 他们的写法 泰语拼写 英语表达 以及汉语意思 我们来依次学习一下 从零开始 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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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能 能 能 一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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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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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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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九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五的读音 哈 和笑声很相似 所以泰国人在日常表达中 经常用哈 来表示笑声 这个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中文中的五 经常表示哭 而泰语 哈哈哈哈 如果见到几个五连起来写 的意思就是表示笑声 还有 泰国人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呢 就是九 为什么呢 因为九的发音 和进步的发音很像 泰语的进步叫 高那 是向前走的意思 而高 九和发音相似 所以泰国人比较喜欢 这个带有上进含义的数字 九 高 好 请老师把 0到9 再连起来读一遍给大家 四文 四文 爽 三 四 哈 和 接 八 高 学会了0到9 这十个基础数字呢 我们将要学习 泰语中最小的二位数 十 十 十的写法 和阿拉伯数字一样 把1和0 挨在一起 就是十 但是呢 发音并不是 1和0连起来发 不是 能损 是什么呢 是 sit 它有自己的发音 sit 好 英文拼写 sit 汉语意思 十 下面我们一起把0到10 念一下 sun n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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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ha ho z ba go sit 同学们学会了吗 学习完 泰语基础数字的发音 我们再来看他们的写法 右边这个表格中显示了太语1到10 10个数字的拼写规律 请同学们注意它的笔划顺序 太语中的数字或者字母都是从圈开始写 我们接下来依次学习他们的笔画 请跟着箭头一起完成练习 第一个要学习的是太语的1 no 刚才老师说了太语的数字的写法是从圆圈开始 我们从圆圈开始写 画一个圆圈 绕上来 右边 收笔 完成 no 好 第二个 爽 也是 从圆圈开始 好 画一个圈 好 下来 横过去 提笔 好 爽 第三个 爽 好 像一个小山坡一样 从圆圈开始 画上来 下去 上来 下去 上来 完成 3 C 圆圈 好 折过来 好 弯上去 C 好 注意 5的写法和4非常的相似 但是在最后完成的时候要加一个圈 好 先写一个4 好 跟着箭头一起提上来 4写好之后 在这里加一个圈 哈 好完成 第六个 画 圆圈 好 转上来 向 包围住它的圆圈 再提上来 好 好 七个 J 好 也是圆圈 先写一个3 3 像一个小山坡一样 最后多一笔 提上来 J 第八个 Bag 好 圆圈 波浪 弯过来 好 勾上去 Bag 高 9 圆圈 好 弯过来 第一部分 完成 第二部分 加一个小尾巴一样 好 提上去 高 好 再写一遍 好 10呢是1和0的组合 1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好 非常简单 3 圆圈 好 包图 0 比阿拉伯数字0要圆一些 点一些 转圈完成 好 C 以上是太语中基础数字的拼写方法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学习了基础数字 学习了基础数字 我们将要再学习稍微大一点的数字 太语的二位数 10到99的表达方法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各位数 0到9 好 旋 能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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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 比较特殊 12呢 没错 12的读法是 10加上2 10和2 13呢 14 15 16 17 18 19 那么10到19中呢 只有11的读法 是比较特殊的 没错 其他的都是 把10和各位数字连起来读即可 非常简单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请再听老师连起来读一遍 从10到19分别是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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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zi,sip bai,sip gao 下面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20到29的读法 以2打头的两位数 在太语中是比较特殊的 它的发音也不是单纯的发2 而是这里 注意一下表格 20的读法 easy 这里有些错误 老师多打了一个a 这个不要 20 easy easy 那21呢 由这个11可以推理过来 21的读法 是easy bai easy bai 好 千万不要读成 sang se 这是错误的读法 要读20 easy 那么 那么 20 easy bai moon easy b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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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哈 二十六 二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除了二十和二十一的读法比较特殊以外 从二十二到二十九都是有规律的 请听老师连起来把二十至二十九的读法再读一遍 一十 一十五 一十三 一十三 一十四 一十哈 一十五 一十七 一十八 一十九 一十五 三十到三十九 从这里开始呢 往后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拼读方法比较简单 比如说三十 就是三和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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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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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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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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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一,二十一,三十一 所有的这些都是 比如说三十一 而不是三十一能 千万不要这么读 下面听老师再把三十到三十九连起来给大家读一遍 四十到四十九 同理可得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八 四十二 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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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直到四十九 四十九 好,这是四十到四十九的读法 五十到五十九 五十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好,一直到五十九 八十九 好,从六十到九十九的方法也同上 同理可得 六十一至到九十九 其中的,其中的所有的六十一,七十一,八十一,九十一都是A,来表达这个1,不要用能 好,以上我们学习了太语两位数以下的各位数十位数的表达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更大一点的数字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更大一点的数字 百八十一 CarrHigh Caille Есть 十个百 千,就是千 潘 潘 潘 十个千 就是万 万 萬 万 十万 千 百万 蓝 千万 一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太语中最大的数字就是百万了 蓝 超过百万的数字都用百万来做单位 比如说千万就是十个百万 蓝 十百万就是千万 一呢 就是一百个百万 百的读法是 百千万 蓝 百个千万就是一 蓝 最大的数字是百万蓝 下面听老师念一遍 各位 各位 十位 百位 千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十万 十万 一 一百五十个百万 我们要用百万来表达百万以上级的这个数字 百万的说法是蓝 所以一百五十个百万 就是 就是 蓝 蓝 是一百五十 蓝 百万 一百五十个百万就是一亿五千万 蓝 蓝 一亿五千万 那 这里老师把 这个 一 用绿色来 修饰了一下 为什么呢 如果 太语中 用一的话 来表示一百 比如说 能蓝 这个一是可以省去的 直接说 蓝 蓝 一百五十万 同样一千一万也是 如果单位是一的话 能是可以省去的 这个一可以省去 用绿色表示 第二个 五百四十三 太语中的语法和中文是一样的 非常接近 所以数字的表达是五百四十三 这么顺着说下来就可以了 答案是 哈 罗 四十三 哈 五 罗 百 四 四十 四十 三 非常简单 五百四十三 哈 罗 四十三 五百四十三 下面有一个短语 如果你想说 这个人非常的优秀 百里挑一 乃至千里挑一 万里挑一 怎么表达呢 说这个短语的意思 能 内 罗 一 能 是一的意思 大家知道 内 在 在什么里有一个呢 罗 百 判 千 百千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白里挑一 能内罗 判 好 下面 有一首歌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 怎么说呢 现在 男生跟女生求婚的时候 都喜欢用很多的玫瑰花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 玫瑰花 咕啦 咕啦 九百九十九 大家知道怎么说 好 大家可以 同学们在心里面 自己的 来练习一下 玫瑰花 玫瑰花 咕啦 答案就是 咕啦 高 老师这里用红色标注的一个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躲的意思 下一个短语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怎么说 蛇 爽度啊 蛇 是老虎的意思 爽 两个 度啊 只 两只老虎 太语中习惯把定语 两只老虎放在后面 定语后至 所以就是老虎 几只呢 两只 蛇爽度啊 两只老虎 同样这个也一样 九百九十九 朵 玫瑰 下面一个短语 三个女人 不赢 不赢 女人 不猜 男人 三 三 个 形容人 坤 下面的三个短语 朵 知 和坤 老师用 这个人 老师用红色 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即将学习的太语中的量词 学习的数字 还有量词 我们才能组合起来 用数量表达想要表达的事物 下面进入太语量词的学习 下面先了解一个定义 Kampo Brahman 量词 通常用来表示 人 事物 或者动作的数量 单位 的词 叫做量词 比如下途中 一架飞机 一架飞机 Kampin Kampin 是飞机的意思 能 一个 Lam 架 这个Lam 在这里就是 架 量词 第二个图 一艘轮船 怎么说呢 R'a 能Lam 也用到了Lam 可见 这个Lam 在太语中不仅可以用作是飞机 也可以用作是轮船的量词 Lam 一艘 Lam 一艘轮船 好 想要用泰语表达各种各样的事物 用数量表达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们必须收集大量的量词 量词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好 下面第一个我们见到量词是 Gone 这个量词用于块状物 如石头、砖头等成块的东西 都用这个量词 Gone 想说一个石头一块砖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Ten 的意思就是for example 举个例子 Ten 比如说 Gone Gone 石头 两块石头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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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石头 第二个量词 Cone Cone 这个量词用于形容人 几个人啊 是 天 人 五个 五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人和人的量词是同一个词 都是 比如别人问你 你家有几口人呀 你就可以说 比如说五个 接下来 这个量词用于形容分数 比如说你得了多少分 六十分 八十分 这个例子就是说 得到了八十分 这次考试 得到了八十分 下一个量词 kam kam 本身就是词汇的意思 单词词汇的意思 它也用作词和话语的量词 比如说 今天学习了三个单词 今天学习了三个生词 下面一个 这个量词 用于报纸 杂志 信件等 是一份 的意思 份 一份报纸 几份杂志 三封信件 都可以用 来做量词 比如 前 南蛇 平 插把 不拉 套来 南蛇 平 插把 不拉 套来 插把 分 啦 每份 套来 多少钱 南蛇 平 是 报纸 的意思 连起来就是 报纸 每份 多少钱呢 南蛇 平 下一个量词 这个量词用于 戏剧的目次 分多少目 多少个场次 可以说 这个句 一共分为 七个场次 七目 就说 下一个量词 这个量词用于 层叠或有等级的事物 分级别的事物 如果它分了几级几级 我们就可以说 残地能一级 残地上二级 残地上三级 等等 前 残有奈 横三 残四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在四年级三班 泰语的表达 先说小的 后说大的 先说班级 几班呢 横三 三班 几年级呢 残四 四年级 残有奈 横三 残四 我在四年级三班 勤 勤 这个量词用于条状的食物 消息等 收到了几条消息 都用勤 举个例子 拿食物举例 这个例子中的食物是 把汤稿 把汤稿 是油条的意思 早餐 我吃了油条 几根呢 六根 早餐 阿汉 草 我早餐吃了六根油条 下面一个量词 西 它用来形容牙齿 栅栏等条状物 也是条状物 用来形容牙齿 或者栅栏 举例 摂尘 坐在下一中心 遇 lien 开 중 三 进 五根 烤莺 并 八 Ivy вер 六根 ahí 那里有几条栅栏呢? 下面量词 这个量词用于圆形的或者圆柱状的物体 比如说太阳、月亮之类的 或者柱状物、柱子、石柱等 这个意思就是后翼射下了九个太阳 后翼射,射箭、射击都用阴来做动词 太阳 就是周日的意思 几个呢? 九个,多 丹 丹 用于形容钢笔的量词 几支钢笔 考应八个能够抗困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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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七十句 请 美爱 我可以吗? 请 请求借钢笔一只 从谁那儿 从你那儿 你的钢笔 可以吗 我可以借一只你的钢笔吗 下面一个量词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 999朵玫瑰 999朵花 它这个量词也可以形容 除了花朵之外的钥匙 钻头等 前举例 铺钢笔一 你 三个 钥匙串上有三个钥匙 点起来 铺钢笔一 铺钢笔三道 下面一个量词 钻 该量词用于形容树木柱子等 钻 铺钢笔一组 钻 钻是树林的意思 森林 在森林中有很多的树木 很多用来形容树木 所以放在后面 钻 树木的量词 铺钻 钻 钻 一辆两辆的意思 大多用来形容车辆和雨伞等 或者一把两把 这种带手帮的手柄的东西 都用看 举例 钱 铺钢笔钢笔 咋个人爽看 我 当干 需要 钻 租 就是 租赁的租 租车呀 租房子呀 都用钻 自行车 自行车 赏 两辆 我 我需要 租两辆自行车 他说法就是 下一个量词 铺 用于成双的物品 一双两双 比如说袜子呀 筷子呀 拖鞋等 就是说成双成对的东西 钱 大家能铺 大家 筷子 一 酷 双 大家 能铺 一双筷子 一双筷子 铺 铺 是电器 等 机器 等 物品的量词 铺 铺 筷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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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台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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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量词用于形容纸张 树叶等片状物 一片两片的意思 钱 比如 你摆来摆 铺 都买 我们刚才已经学习了 知道是树木的意思 在树上 在树上 有什么呢 摆来摆 树叶 很多个树叶 很多片树叶 来摆 形容摆 很多片树叶 你摆来摆 在树上有很多的树叶 在树上有很多的树叶 这个量词的意思是 做 动 用来形容建筑房屋等 举个例子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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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想要表达一个事物 但是你又不确定 它应该使用哪个量次识呢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用an an可以替代以上大多数的量次 这些都可以用an来替代 举个例子 anian raka ta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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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raka taurai an raka taurai 多少钱 anian raka taurai how much 多少钱 anian raka taurai 这个的价钱是多少呢 这个用来指定 你想要问的事物an 是万能的 可以替代一切量次 下面老师为大家列了两个 常用的语句 其中包含了 泰语数量的表达 比如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互留电话 询问对方的联系方式 你的电话是多少 用泰语的说法是 我据一下 ranian raka taurai 内耳银 我据一下 你用泰语的实用 然后一些 我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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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泰语的写作 我据一下 是什么 我据一下 你用泰语的写作 我据一下 你用泰语的写作 手机号码 用到的都是基础的数字可以表达 当然你看到这些数字也一定反过来要会念 好下一个句子 比如说你想询问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 你是哪天出生的呢 我们将说 磨磨磨磨磨磨磨是什么时候 磨磨磨什么时候 磨磨磨天磨出生 磨磨就是birthday 出生日 如果你回答说 我的生日是十月的第一天 十月 同学们可以参考年月日的主题 十月的说法 第一天可以说 第一天 休息哪一天呢 第一天 或者呢 就是第一 所有的体能都可以用来来表达 第一天 或者 10月的第一天 好 请跟着老师再练习一遍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呢 你可以加一句 比如说 想询问一下 你的电话是多少 可以留一下吗 回答说 我的手机号码是 12345678 那 询问生日呢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10月的第一天 好了 我们将要结束这一课的学习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内容 我们学习了 泰语数字 0到100 以及更大数字的表达 比如 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的表达方式 学习了这个知识 我们就可以用泰语来表达 我们见到的数字 第二个 我们学习了泰语中 常见的量词 这些量词有助于辅助我们 配合数字来表达 生活中常见的数字表达 泰语的数量表达方式 以及如何询问 对方的联系方式 也可以问邮箱 邮箱的泰语是email 你的邮箱号是多少 也会用到数字 询问某人的生日 1个 好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了 Kopkun tokun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Kopkun Kopkun